住在公寓楼里,意味着您需要考虑到您的邻居并遵守物业公司的规则。 两个非常重要的规则是噪音和阳台上物品的堆放。 在播放音乐或与朋友一同娱乐时,噪音可以穿透建筑物。 对某些人来说,这可能非常恼人。 请将噪音降至最低。 原则是,在您的公寓门外就不应该听到噪音。 阳台不得用于堆放物品,包括箱子、未使用的家具和家用物品。 这还包括您洗过的衣服。 阳台上的衣物对于周围的居民和其他建筑来说,看起来不太雅观。 请保持您的阳台整洁。 建筑物的安全至关重要。 在阳台上堆放物品,如气瓶,可能会引发火灾。 不要在阳台上随意丢进烟头,因为它们可能会落在别人家的阳台上,并点燃加剧。 阳台上有风,所以必须尽一切努力,确保阳台上的任何东西都被安全固定。 如果有来自公寓内部的过渡噪音,或在新城景色时,您注意到您的邻居在阳台上晾晒衣服或堆放物品,请联系公寓管理部门。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